社群支援工作人員李振波 已經在年來給長期的項目 那時候還是比較初步 當時只是進行宣傳 指導 讓居民能夠把可回收分出來 其他分出來 廚餘分出來 到了2010年以後 這個小區就進行了更深一步的 宣傳分類 從去年開始我們就在研究相關的工作 目前包括國際上怎麼分類的 我們也在學習 然後國內比如上海杭州 我們也去學習參觀過 也總結了一些經驗 在總結這些經驗的基礎上 我們覺得就需要投入一種 新式的分類的垃圾桶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 我們叫智能垃圾分類投递系統 你只能查看你的訊息 和你的資訊 但李振波認為 挑戰都存在 最早的階段就是居民有可能對垃圾分類認識還不夠 因為那時候推廣的也是比較早 這個過程裡邊就是說大家 從這個最先認識不清到最後能分類又擔心 它這個分類之後又混裝混運 這些擔心現在都逐步都破解了 這樣大家就主動分類意識提高了 它也不會再亂扔了 原來我們是一個垃圾桶 然後統一的什麼廚餘 爛七八糟的都扔在一個裡邊 後來在分類開始以後 我們就設兩個垃圾桶 去年開始我們就更智能化了 有那個我們下載了愛分類軟件 我們就隨手就做到了 智能手動設備 有一好處就是居民可以隨時地過來 因為如果人工的話 我們是上班有8個小時 這樣有智能桶了以後 它就隨時可以過來 是的 社會議員說 第二次措斷是還要需要 最多的污垃圾桶 前面的措施 但是因為公共的確認認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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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